大家好,我叫月寶,两岁半了,我没去过爸爸家。 这个大玩具真好玩,我也能啦。 爸爸好厉害,爸爸第一名。 爸爸爸爸,你流了好多汗,是在大箱子里发展吗?我想和你一起站。 修里亚是为了保卫祖国,兄弟一也是为了保卫祖国。 祖国到底在哪里呢? 爸爸说,在他心里。 他心里是为了保卫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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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里有童话里有的蓝蓝的大海 好多飞鸟和鱼 好想去好想去呀 过年前 妈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我们可以去看爸爸了 好久没见 我一眼就认出了爸爸 他更黑了 但还是那么帅 小月宝从出生到现在 总共就见过两三次 我真没想到 他能认出我来 那声爸爸叫的 我心都碎了 上市班长赵凯隆 他从陆屋以南 他就没有回去过过年 到今年已经是有十一个年头 没有回家过年了 就是过年前 争取无灭连世的家属 争取让他老婆带的孩子 到永远堂上面看一看 他工作生活训练的环境 这个就是我们组织 这么一次活动的初心 这次来我还有个好奇 妈妈经常跟我说 爸爸是在保卫国家 保卫国家是动画片里的打坏蛋吗 会经常给他说 但是孩子懂不懂的话 我也不是说很了解 但是反正就是能给他说的话 包括我跟我的家人 都会跟他说 爸爸是军人呀 爸爸没有在你身边 爸爸去保卫国家去了 就天天跟他这样说 我觉得慢慢地吧 他就会懂 三沙 这个爸爸的家 到底好不好玩呢 我要去看看了 爸爸的家 你看这里 这个地方叫永远堂 看到没有 哇 爸爸刚上岛的时候 当时没有机场 要坐12个多小时的船 现在有了机场 上来就方便了 爸爸家在三沙 这里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小 左面积却最大的城市 好奇怪呀 一会儿小一会儿大的 而且还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 比我就大五岁 比我就大五岁 过来过来 到爸爸这边来 过来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海水淡花场 你们现在喝的水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现在有了这个海水淡花场 基本上有饮水 包括生活用水都能得到保障 哇 这就是大海呀 好漂亮呀 我爸爸却说 海水不能喝 以前他们都接雨水喝 难道雨水比海水好喝吗 不明白 不明白 刚来的时候 这里没水没电 站在楼顶 就能看见一望无际的大海 转眼七年了 现在不仅建了飞机场 海水淡花场 还建了医院 学校 银行 超市 甚至还有电影院 看着三沙一天天的变化 我很骄傲 但我有多少骄傲 我对家庭就有多少亏钱 大树 大树 好大树 棒 棒 看到这些 这些绿的 比较茂密的 就是那个抗风筒 它们是岛上 长得最少的一种植物 就是最顽强 岛上虽然环境很恶劣 但是它们生命却很顽强 碰到困难的时候 还是依然的生长 你以后长大了 也要像这个抗风筒一样 碰到困难的时候 委屈的时候 不要怕 要顽强 要勇敢 听到没有 爸爸说 刮到风的时候 很多树都会倒掉 很多人都会被刮 不过抗风筒很厉害 他不怕台风 是最勇敢的树 爸爸也不怕台风 他是最勇敢的爸爸 永兴岛位于我们的三沙 当时那边的话 应该说是台风比较多的 当时13年刚登岛的时候 就遇到过一次台风 就是在我们岛上 有一个宾馆 叫做西沙宾馆 当时台风来了 直接把西沙宾馆的顶 整个屋顶都给掀开了 那墙面肯定是 随时有可能 有坍塌的危险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的战士 我们的中阵的战士 也是一如既往 一往无前的 去把他们救出来 月宝跟他爸爸这几天 很明显 刚开始看到他爸爸的时候 有点害羞 但是一天半天的时间 就能明显感觉到 他跟爸爸之间的感情很近 小小的一个孩子 都能看出眼睛里面 流露这种很崇拜的感觉 我能感觉到 看他爸爸的眼神 哇 叔叔们好厉害哦 爸爸是大英雄 爸爸说本事都是练出来的 明天他要带我 玩一个大玩具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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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 扫下 斩面 通过刚才的训练情况 大部分同志进步比较明显 但是也有个别同志 状态不是很好 今年是我们中队 争标兵的关键一年 要全中队 所有冠军的成绩达到优秀以上 现在全中队 所有的战友都在努力 朝着这个目标奋动 如果因为你一个人 脱了中队的后腿 你怎么对得起全中队的战友 况且我们是一名军人 作为军人 就要赶争标兵 赶争第一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我们的精神是 建国快乐 中国还家 入伍的第一天 就知道标兵 在军人心中的重要位置 训练标兵 队列标兵 全能标兵 军人跑步 要跑在别人前面 扔手榴弹 要比别人扔得远 每一天 都是一场战斗 是与平凡的拉锯战 因为我是军人 无论在平时训练 还是在战场上 都要永生第一 这个大玩具真好玩 我也能拉 看我多快 他看到叔叔和他爸爸在拉轮胎 他自己就凑过去了 也学他们的样子 拿起那个绳子往肩上一扛 就做出那种动物往前拉 那样子挺可爱的 我觉得他是很喜欢 爸爸好厉害 爸爸第一名 妈妈总说 爸爸在保卫祖国 原来 就是跟叔叔们比赛争第一 我长大了也要争第一 好像不得第一 就要被罚战 罚战 挺重 这里先进 好不错 我眼睛就大一点 快有点放松了 舒服 感觉 好 保持住 不要乱化 高上有四高 高温 高湿 高盐 高辐射 可能说助导时间较长的 事关 可能说都会有些膝盖疼痛 或者说下雨天 关节有点不舒服 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情况 高辐射就是紫外线比较强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容易晒黑 在我们经历试拉训练时 非常容易有一些脱皮的 这种现象出现 好弱啊 可爸爸和叔叔们还在发展 站得一动不动 流汗也不动 这个游戏难道叫人也不动 我们是一个24小时都在战备的一个特殊的团体 你不可能这边想着去陪老包孩子 那边想着去执行任务 我们在这个地方 代表的是我们武警部队的形象 可能说更是我们一个土国的形象 比如说不管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 我们都是以这个任务方第一位 同志们 思念上的现代就是最大的敌人 越是风大太阳大的时候 越是考验你们的时候 对于我们一线的少兵来说 少尉就是我们的战场 在少尉上站不好 在以后的战场上就会失利 以前我还经常就是跟我老公开玩笑 我说你真黑啊 我说你皮肤真黑 但是这次来了之后 我才知道 其实他晒了这么久 晒了这么多年 然后呢就黑成这样 气温很高 我在想皮肤他们站岗的时候 也一定很辛苦吧 爸爸这回是在大箱子里发展吗 爸爸爸爸 你流了好多汗 你是怎么进去的 我想和你一起站 看到后背全部都汗透了嘛 还有这个额头上 全部都滴的汗水 刚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 这只是我看到这一瞬间嘛 这么多年了应该 每一班港都会这样嘛 就感觉到是很辛苦的 在三沙 有句话叫 一日是天堂 一周是人间 一月是地狱 其实 我们日常的工作非常枯燥 港哨 训练场 寝室 三点一线 周而复始的单一 就像这里的海风 如同侵蚀石头一般 侵蚀着自己的内心 有时候特别想 痛痛快快的 像侧量肥羊一样 疯狂的训练一声 我真的有一年 他住岛 八个月以后 他跟我说 他当时下岛 第一次看到这个红绿灯 看到这个人行通道 看到我们的斑马线 他都不敢过了 他感觉自己跟现实的生活 已经脱轨了 确实啊 岛上面设施 可能说很简单 岛上面可能说有一点 于是隔绝的感觉 我曾在无数个站岗的夜晚 问自己 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 努力站岗是为了什么 也曾在某一个夜晚 给了自己坚定的答案 每一次站岗 就是一次战斗 因为我站立的地方是祖国 站岗是为了保卫祖国 修理安是为了保卫祖国 兄弟一也是为了保卫祖国 祖国到底在哪里呢 爸爸说 在他心里 生国体 老上最神圣 最有仪式感的 就是生国体仪式 在那一刻 我可以精确地感觉到 在三沙 在祖国的最南端 每一座小岛 每一片海域都是祖国的一部分 国旗 它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我感觉把国旗 从我们的手中 高高地飘出去 应该是一个对主权的一个宣誓 七年都过去了 我们坚持每周一都要升国旗 还记得2013年登岛之初 怀念艰苦 我们就像这样 在鼠民地上围坐在一起 讨论每一个升旗的细节 今天还是这样 我觉得你这个跟主旗手 可以多配合一下 比如说你这个要抛的时候 然后主旗手这边 然后就默契一点 然后凶速地把旗拉一下 可能减少了这个旗 凶速地打下你脸上 然后这个旗 能够凶速地升起来 虽然我们远离首都 但是我们的心 却和人民和祖国 紧紧地挨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向国旗 护卫队看旗 以最高的标准 把它从我们手中飘扬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因为在我们岛上 可能说我们的升旗仪式 不是最大 不是规模最大的 也可能说组织的规格 也不是最高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对我们驻岛人员来说 应该是最神圣的 我们在祖国最南端的地方 守护着我们的国旗 这个也就是岛上所有人 同心共赐的一个地方 我们所有人一致 努力的目标 在我们祖国最南端的地方 守护我们的国旗 天还没亮 妈妈就把我抱出来了 说今天要看爸爸升国旗 真的是岛大靯的地方 在马上进入 我们去看守护我们就能看守护我们的地方 那边在路上 我们去看守护我们的地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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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长大后 也要守护的小桃 无论是三沙 还是苏州 无论在爸爸家 还是妈妈家 都是我的家 保卖祖国就是保卖祖国就是保卖家 爸爸 加油 在三沙 海比天大 天在海中 天在海中 是一朵又一朵浪花 教室上 写着祖国万岁 我的心在海中 再三沙 再三沙 爱最大 一经与沙 都只为了他 我的祖国 在这里 每天都能感觉到 像给每一个 像我爸爸一样的超级英雄 小月宝 你好 第一次来永兴岛 时间匆忙 这是你爸爸舍弃陪伴你成长 坚守的地方 南海第一哨 有你爸爸的汗水与韶花 叔叔希望你在未来成长的道路上 带着你爸爸这份处心 努力学习 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 对家庭有担当的人 每四十那个地方的流争 你爸爸的生产 你爸爸的生产 弃了吗 我肯留下了 然后我肯留下了 女君子就在死亡